1974年8月15号 旺角洗衣街137号至139号 名叫长城别墅的廉价宾馆里边 一个男人在宾馆里边 杀死一名女人之后 割去了对方的五官 更嚣张的是 凶手不仅打电话给警局挑衅 还给报社寄信 署名是长城杀手黑野狼 还嘲笑警方无能 无法破案 事情呢 得从1974年8月15号 凌晨一点钟说起 长城别墅宾馆 来了一男一女 男的自称姓梁 身材高大 外表呢很粗犷 但是说话很有礼貌 笑容可具 女的呢 浓妆艳抹 艳不离手 看着呀 就像是三陪女郎 当时值班的女馆房 叫黄大妹 给她们开了五号房间 早上六点 姓梁的这个男人 就从房间里边出来了 说要上班 就先离开了 并且吩咐女馆房黄大妹 说你上午11点钟之后啊 叫醒我的朋友 黄大妹呢 就答应下来了 好嘞 没问题 当时姓梁的这个男人呢 手里拿着两袋物品 走到门口的时候 又折返回来 煞有其事的说 把钱包落在房里了 再次进入了五号房间 稍作逗留 就离开了 上午交班的时候 黄大妹呢 就想到了 早上姓梁的这个男人的嘱托 于是特意跟接班的女馆房 陈官说了 11点之后啊 去收拾一下五号房间 顺便呢 把客人叫醒了 11点钟 陈官就进入了五号房间 赫然发现 一个人形的物体 被被单包裹在床上 他一看 这是不是就是那位梁先生的朋友啊 小姐 醒醒 小姐 小姐 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 掀开背单一看 里边竟然是一具女尸 最关键的 没有脸皮 吓得她呀 赶紧就报了警了 很快 警方就赶到现场 稍后法医官到场检验尸体 证实死者年纪 大约31至33岁 五尺二寸高 身材呢 很瘦 死亡时间 大约是几个小时之前 死者的眉毛 眼皮 鼻子 上下嘴唇 耳朵 都被割去了 头发也被剪得乱七八糟 脖子上还有瘀痕 死因是被人掐死的 当时啊 主导办案的警察 叫陈新建 后来呢 辞职不干了 做了演员啊 本色出演过 不少警察的角色 陈新建 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 我看到那张白色床单 有些污秽 但不是血 不知道是什么 我揭开床单 看到一个非常瘦小的人 他的眉毛鼻子 全是一片片白色的 当时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白色 是一片片的 原来啊 一个人死后 当心脏不再攻血 血流不到皮肤 所以在死后一段时间 割他的皮肤 就不会有血流出 一片片的 就像白切肉似的 现场没有搏斗过的痕迹 并且被收拾得很干净 既没有发现凶器 也没有找到任何的可疑之文 除了衣柜里挂着的一件衣服 警方是什么也没发现 而死者被割掉的身体部位 起初警方的怀疑是被冲下了马桶了 于是叫来一名专门清理下水道的工人啊 把这个厕所就拆开 把马桶拆开检查 但是一无所获 显然是凶徒杀人之后 仍然保持镇定 小心翼翼的收拾清理 绝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才淡然离开 警察找来前一天当班的黄大妹 得知了与死者一同前来的梁先生的长相和特征 并且案发之后第二天 把梁先生作为头号犯罪嫌疑人 公布了画像全程缉拿 可在那个年代啊 这种大海捞针的办法 效果是很有限的 案件经过媒体报道 引起了热议 接着香港快报 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对方自称长城杀手黑野狼 信里边就直接说了 你们警察太无能了 我已经给你们留下那么多线索 怎么还抓不着我呢 收到匿名挑衅信之后 陈新建还有其他的警察 都气坏了 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加派人手深入调查 8月17号 望角警署接到黑野狼电话 你们哪 去房间的冷气机看看 那有12件你们想要的东西 说完 黑野狼就把电话挂了 得知这个情报之后 陈新建当时带着几名手下 又到了长城别墅5号房间 果然在冷气草里边 发现了死者那些遗失的器官 借着巡回的尸块 警方得以重组女死者的容貌 并且于8月18号 在各大报刊刊登 希望能查出死者的身份 登报第二天 也就是8月19号清晨 一名姓齐的老妇人 带着一名少女 到全湾警署投报 说我的女儿啊 已经失踪好多天了 在报纸上看到警方发布的拼图 怀疑死者是我的女儿 当时警员就问 您怎么肯定 死者就是你的女儿呢 我女儿是我从小养大的 血脉相连 那张图片这么一看 我就感觉一定是她 随即呢 取出了一针 她女儿的彩色照片 警员对比之下 也认为轮廓很相似 于是立即通知 负责此案的望角警署 并且安排这名老太太 到收敛房辨认尸体 就这样 死者的身份被确定了 就是这个老太太的女儿 刘复敏 当年34岁 她1958年 与一名姓董的海员结婚 之后生下长女刘永莲 以及次女刘明明 1970年 跟丈夫离婚了 两名女儿呢 归她抚养 并且随了母姓 刘复敏跟母亲 齐叔兰 以及两名女儿 一家四口 住在全湾大河道 141号 华丽楼 四楼后座 月租呢 是400块钱 生活呀 比较困苦 但是跟家人呢 非常的融洽 跟街坊邻里的关系呢 也很和睦 他一个人 得养着一家子人 可惜呀 又喜欢赌博 捉襟见肘 为了谋取更多的收入 最后呢 沦落风尘 1973年 他在望角上海街 罗马美发市 任职发花 一名叫宝蒂 也叫金灵 在这之后呢 又转往了 黄竹街 尾贤工作 案发之前呢 又到了另外一家 女子美发厅上班 8月14号 晚上11点 他在公司 接了电话之后 外出 自此 一去 不复返 美发厅的妓女啊 一般呢 不接上门的活 除非是熟客 陈新建判断 犯罪嫌疑人 应该就在 刘复敏的熟客里 于是 根据刘复敏遗物中 那些客户名片 一一调查 最后锁定了 四名犯罪嫌疑人 这四个人当中 有一个叫 梁兆平的人 地址啊 是圆州街的 一间连租房 陈新建 见目的地 距离警局不远 于是带着一个下属 就去了 一敲门 发现里边住着的 不是梁兆平 而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头 他说自己呢 是梁兆平的叔叔 梁兆平住在 芙蓉街 二百八十六号 九楼不住这 按照流程 为老头露了口供之后 陈新建正要走 这时候他突然发现 房间里的上下铺上 有一个铝形皮箱 于是指着铝形箱 就问老头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的东西 是不是梁兆平的 是 那打开看看 那不成 再说了 我也没有钥匙 陈新建哪管这个呀 直接撬开皮箱 在里边发现了 梁兆平和刘富敏的身份证 以及两人的合照 还有刘富敏生前穿的 衣服鞋袜 以及一把 疑似割肉用的刀 陈新建正想问老头 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 房间里的电话 响了起来 瞬间陈新建猜想 估计是梁兆平打过来的 于是拔出手枪 跳到老头面前 用枪指着老头说 快接电话 别说警察在这 不然一枪崩了你 老头哆哆嗦嗦的 拿起电话 支支呜呜半天 突然对着电话大喊 快跑 警察在这 看来呀 果然是梁兆平打来的 陈新建的直觉 没有错 经过老头这一闹 那边迅速挂了电话 等到陈新建联系警局 追踪电话来源 锁定位置前去捉拿的时候 梁兆平早就掏之夭夭了 8月22号上午8点 警察正抓着梁兆平 而这一边的刘复敏 则在红磐公众恋房 永别亭出殡了 出殡现场 除了十几名刘复敏的亲友之外 还来了一堆记者 虽然刘复敏身上被割掉的器官被找到了 但是要作为证物 没有办法随遗体一起下葬 所以在瞻仰怡荣的时候 刘复敏还是没有五官的模样 眼球是凸出来的 上下两排牙齿是外露出来的 鼻子与耳朵也都是阴森森的黑洞 家属哭的都不行了 香港记者呢还在一边咔咔的拍照 就在祭祀仪式快完的时候 刘复敏的弟弟拿着一把菜刀 冲到了棺材之前 口中念念有词 右脚突然一顿 把菜刀劈在了棺材上 刀尖向下插入棺木 然后他把棺材连同菜刀一起送上了灵车 这个呀 在香港是有说法的 叫批官追凶是一种茅山倒数 据说利用此法可以让惨死的冤魂化作厉鬼追寻仇人 当然了也只是民间的传说罢了 不过案件从这一刻开始变得有些灵异起来 8月23号夜晚 也就是刘复敏出殡之后的第二天 一名女警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 经过基隆街131号的一处后巷 突然发现了一个男人 嘴里边鼻子都在往外呼呼的冒血 趴在地上 似乎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受伤严重 嘴里面还一直不断的念着 有鬼啊 有鬼啊 女警问他怎么回事 这个男人说 有一个红衣女人 让他站在高处 然后把他推了下去 女警觉得他脑袋摔坏了 于是把他送到广华医院治理 这个男人头部受伤很严重 医生判断需要缝针 就把他推进手术室 医护人员和女警呢 想知道他是谁 就去检查他的衣服 翻着翻着 口袋里突然掉出来一张照片 女警捡起来一看 上面竟然是刘复敏 背面写着两个比较大的字 金灵 正是刘复敏的一名 另外旁边呢 还写了一行小字 以代为割肉 随后又在钱包里找到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 梁兆平 就这样 长城别墅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梁兆平 以这种有点邪门的方式落网了 经过审讯 梁兆平很快交代了杀害刘复敏的犯罪事实 据梁兆平说呀 在一年之前 他就认识刘复敏了 之后经常捧他的场 即使刘复敏转到另一间美容院工作 梁兆平呢 还是忠实的转场继续光顾他 梁兆平曾经多次向刘复敏表明爱意 又希望对方呢 不要再接客了 可刘复敏不答应 俩人经常为此争吵 刘复敏为了避开梁兆平的缠绕 又转职到了另外一家美容院 但是案发前的一晚上 仍然是被梁兆平给找到了 两个人外出到公寓开房 梁兆平又提出 要和刘复敏结婚的要求 刘复敏呢 就说了 你是既没有钱 能力又不行 这话戳到梁兆平的痛处了 男人的两大痛处啊 第一个是不能挣钱 第二个是还不能得到女人的满意 梁兆平当天晚上喝了点酒 本来脾气呢 就比正常要大 一怒之下 就把刘复敏掐死了 陈新建就问他 既然人都死了 为什么还把尸体弄得那么恐怖呢 梁兆平一下子激动起来 他说 因为我恨他 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我就在他脸上做了点手脚 陈新建又问他 你自己怎么整得写字呼啦的呢 被人揍了 梁兆平一边摸着 缠着纱布的头一边说 是冤魂索命 他穿着一身红衣服 对我穷追不舍 我拼命的跑啊 跑啊 我跑到一处高楼 最后被他推了下来 后来 陈新建在2015年接受访问的时候 又聊到了长城别墅毁尸案 他还提到过 我本人从来没有见过鬼魂 但这个案子实在是有些邪门 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办法 用科学逻辑来解释 当年案件 由高院委任审判专员 杨铁梁灵讯 审讯历时超过半年的时间 主控官在厅上指出 梁兆平与刘富敏开房的时候 要求对方嫁给他 但是遭到拒绝 凶手因为怀疑对方 移情别恋 动了杀机 被告在庭上 否认谋杀 后来 辩方成交两份精神科专家报告 其中一位专家指出 被告虽然没有精神病 但因为 引了大量酒精和服食药物 引致失常 才令他一时失去理智下杀人 法官认为 陪审团应该考虑专家报告判案 最终陪审团 以5比2 裁定梁兆平 谋杀罪不成立 但是误杀罪成立 判处入狱 十年 本期节目呢 为大家讲述 黄金大吉案 这是咱们的一位听友啊 在这个粉丝群里面 告诉我们的群管 说想听这个案子 这就给大伙安排了 大家后面啊 如果想听什么案件 也可以呢 联系群管 群管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哈 接下来啊 咱们就详细的来说说 这起案子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今年的一月二十五号 也就是大年初一 发生在哪呢 陕西省兴平市 兴平啊 是陕西省直辖的县级市啊 是咸阳贷管的这样一个县级市 上午十点的时候啊 兴平市公安局 接到报案了 说有一家金店 被盗了 这家金店呢 位于兴平市中心商业街 可以说啊 是兴平市 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也是最繁华的地方 被盗的这个金店呢 大伙不陌生啊 是一家老凤祥 这家店所在的建筑啊 是一栋四层的小楼 楼下呢 是底上 楼上呢 是住宅 这个金店的面积 有三百平左右 哎 这在兴平来说啊 在同行业来说 这是数一数二的 这天早上啊 服务员去上班 一开门 哎呦 不得了 一片狼藉啊 一看那柜台 都被撬了 黄金的饰品 全部都被偷走了 金店的经理 知道情况之后 赶过去 这么一看 哎呦 都快晕倒了 为什么呢 这店啊 它不是经理的 是人老板的 经理也是给老板打工啊 啊 这出了这样的事了 怎么跟人老板交代啊 这个金店经理 到现场 这么一看 发现这个 盗窃的这个人 明显是对黄金感兴趣 基本上 所有的黄金饰品 都被洗劫一空 可其他的呢 都没事 现金 也没要 钻石 不比黄金值钱吗 也没要 哎 就要黄金 一共有多少呢 十公斤左右 二十斤啊 这可不是买猪肉 买白菜啊 这是黄金呢 价值四百多万人民历 这时候啊 正好是春节假期 并且呢 又是新冠疫情期间 特殊时期 这起黄金大结案 可以说在全国 都是十分罕见的 所以这起案件 被列为了公安部 督办案件 警方呢 马上开始调查 到现场 这么一看 金店的大门 没有被破坏 服务员上班 还是照常开索呀 可这犯罪嫌疑人 他怎么进去的呢 啊 绕到这个金店后边一看 后窗户啊 有那个防盗网啊 就那种老实的 钢条的 钢筋的那种 被剪断了 四根 然后呢 就弄出来一个啊 篮球大小的一个洞 这个盗贼 就是从这个小洞里边 钻进去的 这也能够推断的出来啊 这个盗贼一定是身材相对来说矮小 像我这样的啊 一百七八十斤的分量 还篮球大小 别说整个人进去了 脑袋都塞不进去啊 金店的经理啊 也跟警方说了 从这个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个盗贼啊 对现场非常的熟悉 你看 他没从正门走 他知道 后门在什么地方 后窗户在什么地方 并且呢 手法很专业 经理就怀疑 这是熟人作案 或者是周边人作案 甚至有可能是内部人作案 应该不会是流窜作案 如果是流窜作案 尤其是外省的那种情况 他不可能把这个地方 把这金店的情况 摸得门清啊 这时候啊 警方就开始展开讨论 到底是什么人盗窃的呢 种种的迹象表明 这个窃贼 对金店非常的熟悉 紧接着呀 警方就开始了调查走访 很快就有了发现了 原来啊 这个金店的每天会有值班保安 晚上在哪看着 25号是大年初一 24号是除夕夜 大年三世 原本呢 应该有一保安 在这儿值夜班 可是这个保安 也没请假 也没跟别人打招呼 私自脱港 没去上班 也就因为他没有上班 这才给了窃贼 一可乘之机 怎么就敢这么寸呢 怎么就赶上 他没上班 这天窃贼就上门了呢 那会不会是这个保安 偷的这些黄金 别的也甭多说了 赶紧找到这保安 问问情况吧 这保安呢 岁数不小了 他说呀 我呢 昨天身体不舒服 所以临时啊 就没上班 民警同事一拙嘛 哦 你这身体不舒服 没上班 那你怎么不知道 跟经理请个假呢 啊 为什么不知道 跟同事们知会一声呢 保安人也说了 我呀 是跟其他几个人 一起租住在一个地方 我昨天呢 是真不舒服 真在家躺了一宿 真没出来 他们都可以证明 的确 和这位保安同住的这些人啊 都为这名保安 做出了不在场证明 随后经过一些 其他的调查采访 很快 保安的嫌疑 就被排除了 这时候啊 无论是警方也好 还是金店经理也好 依然认为 这肯定 是盗窃的老手 并且 一定是勾结 内部人员 于是警方呢 开始一一排查 这个金店里的工作人员 这个金店呢 一共有16名员工 查他们的家庭关系 查他们的社会关系 甚至查他们的负债情况 要说谁欠债欠的多 手头又没钱 那很有可能作案呢 因为啊 这个金店呢 大年初一就营业 所以员工们呢 也没有这个春节假期 都没有离开过兴平市 把这些员工一一排查完之后 发现哪个员工都没有作案嫌疑 查监控吧 金店里面有监控录像啊 在这录像里面 窃贼的作案过程 非常清晰的详细的拍摄下来了 就看这窃贼啊 进到金店之后 非常的从容 敲开黄金的柜台 把这黄金饰品拿出来 然后再打包 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的痕迹 和他个人的物品 这个窃贼进来的时候呢 是全副武装 戴着手套 戴着头套 身材啊 瘦小 精干 自己包裹的很严实 别看摄像头拍的很清楚 可看不出他长什么样啊 捂的严严实实的 除了露出来俩大眼珠子 哪儿都看不见 整个作案过程呢 持续了五十多分钟的时间 金店的经理这么一看 那呀 这个人呢 一定不是我们店的员工啊 虽然 看不清他具体长什么样 但我们店的员工 没有这身材的 这时候啊 警方在监控录像里 发现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在作案过程之中 这个窃贼呢 会不停的去看时间 他有这样一个看表的动作 为什么他要反复的看表呢 民警分析 他一定是经过了长期踩点 提前安排好了时间 有详细的计划和步骤 这时候啊 光靠金店里的监控录像 是不行了 可现在正处于春节假期 又赶上新冠疫情爆发 周边的店铺啊 都关了门了 周围呢 也没有目击者 因为据监控录像上显示的时间啊 他呢 是在除夕夜 晚上的六七点 来这个时间段作案 这个时间段 大家呀 都在家里边呢 春晚也马上快开始了 得等着看春晚呢 再者呢 除夕夜啊 大伙得吃个年夜饭呢 该吃吃该喝喝 大街上没人 再也不记得 在那拿着手机刷着微博 看看新冠疫情的情况 这个没有目击人 可就又难办了 那怎么办呢 接着调监控吧 就又调取了 金店周边的路段的监控录像 录像上显示 在当天晚上六点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就来到了金店附近 穿的衣服啊 跟这金店里的那个监控录像上的嫌疑人 衣服是一模一样 他呢 是步行 往金店方向走过来的 到七点五十三分的时候 他就又出现在了监控录像里 这回啊 肩膀上多两个袋子 这明显就是做完案之后啊 两口袋的黄金 他呢 走到了金店的马路对面 骑上了一辆银色的摩托车 往西边就走了 这时候啊 警方决定 兵分两路 一路是沿途走访 摸牌 另一路呢 顺着监控 就开始搜集线索 一路追踪 你不在这往西走吗 好 下一个路口 看你有没有出现 出现了之后 再顺着下一个路口 看你有没有出现 最终发现 嫌疑人 是骑着摩托车向西 往咸阳方向走的 这个监控录像 一直能追到哪呢 追到了 渭河南边的河堤路 大伙都知道 离城区越远 监控的效果会越差 再者呢 监控摄像头的数量 是越来越少 最终 嫌疑人的身影 消失在了 渭河附近 这一下子 线索可就断了 民警这时候啊 及时的改变思路 既然 他作案之后去哪了 咱不知道 那么 咱顺着他作案之前 往前倒 金殿这儿 不是出现他的身影了吗 那再往前看 啊 他来的方向上一个摄像头 有没有出现他 再上一个摄像头 有没有出现他 这时候发现呢 在1月23号的监控里 嫌疑人出现了 再往前推 1月20号 1月21号 在星平市的监控摄像头里 都出现过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也就是说 案发前三四天 这个窃贼 就到现场附近活动了 他那时候啊 穿的是另一套衣服 按理说 这监控录像啊 拍的门清 不就能直接找着他了吗 事情啊 没那么简单 这个窃贼非常的狡猾 在所有监控录像里 拍摄到的他的画面 都是戴着头盔的 捂得可言似的 他就是为了躲避 摄像头的追踪 这时候啊 民警又想 他既然20号 21号就来过了 那他在这儿 不可能不吃不喝呀 他住在哪呢 通过监控录像发现 他呀 曾经去一家街边的小饭店 打包过食物 那就去饭店吧 说不定到饭店就有线索了 找到老板这么一问 你见过这人吗 老板一看 哦 有印象 因为他来这儿的时候啊 一句话不说 就指着这个 要这个 指着那个 要那个 并且一直戴着头盔 也不摘 我当时就感觉奇怪啊 那这一下子 等于老板这儿 也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 口音啊 样貌啊 这些有效线索 哎 他怎么支付的呢 他付钱的时候 如果是刷支付宝或者刷微信 那就可以直接查到他的支付账号 顺着这条线就能找到他这个人 可老板说了 他呀 付的现金 哎呀 线索又断了 通过录像得知 嫌疑人呢 一共买过三回饭 都没摘过头盔 也都没有样貌啊 口音的特征 警方继续改变思路 查人不行 那我查你这摩托车行不行啊 于是决定围绕着这交通工具 也就是这辆银色的摩托车 寻找线索 那么这一次能不能顺利的找到嫌疑人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陕西星平市一家老凤翔金店 丢失了十公斤左右的黄金饰品 价值四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警方呢 随后展开了调查 这个窃贼呀 非常的狡猾 出现在监控录像画面中的 永远是戴着头盔啊 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 警方是通过各种线索进行摸牌 始终找不到窃贼的下落 最终呢 警方决定 从窃贼的交通工具 一辆银色的摩托车入手 警方第一时间呢 就拿着监控录像 去走访了很多的修车师傅 修车师傅说 这辆摩托车 是十年之前的老款摩托车 如今呢 要是卖二手的话 市场价值应该是三百块钱到五百块钱之间 第二点呢 这款摩托车把油加满之后 可以跑七十公里到八十公里之间 那么警方根据摩托车的线索 再根据监控录像的倒查 就是往回查 发现摩托车 来自于四十多公里之外的 咸阳市的一个小区 这个小区啊 规模还真不小 有两千五百六十二户 上万名居民 警方对小区呢 做了详细的了解摩托车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发现这个窃贼啊 是在提前一周的时间 把这摩托车呢 存放在小区里的 当时呢 正好赶上新冠疫情期间 小区加强了居住人口的排查 进门出门 也得要这个出入证啊 也得测量体温 也得了解每一户居民的 人员情况 这跟我们大家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小区 都是差不多的 居委会这时候 经过辨认 一看这监控录像 这人不认识 没见过 这时候啊 再接着 往前查录像 发现1月13号的时候 这个窃贼呢 把摩托车 停进小区之后 没有进过居民楼 因为只在院子里的监控里 捕捉到他的画面 但是 其他居民楼的那个监控 都没有他的画面 这就证明 这个窃贼啊 并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 而只是 把这个小区 作为了 放摩托车的地点 作案之前呢 这个窃贼 又步行进入小区 把这摩托车 骑走了 根据小区大门的监控 来判断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 应该是在 一米六五左右 您可能会说了 这么神奇吗 看这个监控摄像 就能判断出他的身高吗 因为进小区的时候呢 旁边的门柱上啊 有张贴的广告 对比他和广告的相对位置 然后呢 再测量这个广告的高度 来得出了他的身高 应该是一米六五 既然摩托车会停在这儿 这就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自己的住处 离这儿也不远 那就查吧 于是警方啊 又对周边进行了走访 二月二十号的时候 警方呢 在这个小区以东三公里的 另外一个居民楼的监控录像里边 发现了嫌疑人 戴着头盔啊 捂得严严实实 进楼的镜头 后来又找居委会核实 居委会一看 这个人呢 是住在我们这儿 一月十三号之后呢 就租住在这个地方 随后通过居委会 联系上了房主 房主呢 提供了租客的身份信息 这时候警方终于确定了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这犯罪嫌疑人呢 姓赵 叫赵友 是安徽省郎西县人 通过公安的平台 这么一查询 这个人 之前因为盗窃 已经三进宫了 三次入狱 最近 是刚出狱半年的时间 是啊 知道他的身份了 可是该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警方发现这个赵友啊 实在是非常的狡猾 咱们在上期节目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哪怕去路边上吃饭啊 都是戴着头盔 把自己包裹的很严实 也不说话 不暴露自己的口音 而是直接用手点啊 指这个 我就要这个 指那个 我就要那个 也从来不用手机支付 而是用现金支付 他的狡猾呀 还不止于此 不仅伪装的 很严实 买完饭之后 都不敢在城里吃 因为你吃饭 你得把那头盔摘下来啊 就怕被哪个 角落里的摄像头 给拍到 骑着摩托车 好几十公里 先走到城外边去 确定没有监控地点的 找遍荒郊野地 在那吃 吃完呢 再回来 既然都找到了 赵友的这个 租住地了 那就在这守着他吧 可是啊 通过监控录像 民警得出了 这么一个结论 案发之后赵友 并没有来这个租房住过 那在这等着 就也不行了 他很可能 不会再回来了 于是就又一路的 进行走访 调查取证 进每个村子 每个小区 每个居民点 可这时候呢 是新冠疫情期间呢 每个地方都有 疫情的观测点 警方的工作呢 也不得不慢下来 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平时一个小时 能做的事情 现在可能就得需要半天 一天的时间 才可以 警方这时候判断 赵友很可能 已经离开陕西了 赵友是在星平做的案 那就去星平火车站 看看情况 看这个赵友 有没有在星平上火车 逃离星平 到了火车站 通过这个赵友的身份证信息 这么一查呀 发现他确实是买火车票了 不过并不是在星平买的火车票 而是在哪呢 在领保买的火车票 领保距离星平啊 有二百来公里的路程 不管了 赶紧去领保吧 看看情况去吧 到了领保这么一调查 是 他是在领保买的火车票 可他并没有在领保上车 而是在距离五十公里的三门峡上的车 赵友的老家呀 是在安徽宣城 而他买的票的终点站呢 是安徽复阳 复阳距离宣城啊 还有四百多公里 那他去复阳干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直接回家呢 警方决定第一时间赶到安徽复阳 后来据民警介绍 到了复阳之后啊 因为是疫情期间 吃也没地吃啊 住也没地住 自己虽然很苦吧 可警方一琢磨 我们都这么辛苦了 那赵友更辛苦啊 他更是没地吃没地住啊 他在这能坚持下去吗 坚持不下去 他会去哪呢 他一定是回家呀 行了 别再复阳浪费时间了 直接赶赴他的老家宣城 当到了赵友的老家安徽宣城之后 民警呢 就去到了赵友家的居委会 因为是疫情期间嘛 这居委会啊 防疫工作做得很到位啊 说什么什么时间 哎 什么人离开家里了 或者什么什么时间 什么人回到家里了 居委会门清了 居委会一看 哦 赵友啊 回来了 昨天回来的呀 警方这时候 决定实时抓捕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啊 就来到了赵友的家 到赵友家之后 警方呢 就掏出来了警官证 民警就跟赵友说 我别的不说 我就说一句话 你看清楚了 我们是陕西星平公安局的 当时赵友就愣住了 我问你 星平去过没有 去过 怎么去的 骑摩托车去的 民警决定 连夜把赵友啊 带回星平 带回星平公安局之后 这一审讯 赵友很快 共认不讳 他说对 是我干的 那天案发之前呢 我是晚上六点过来的 金店的门关了 我就认为里边没人 我就进去了 我绕到后边啊 把窗户就搬开了 因为我之前呢 已经把窗户的防护栏给剪断了 进去以后呢 把柜台撬开 东西装在蛇皮袋子里 花了小五十分钟吧 民警这时候问他 你的作案工具在哪 你的摩托车在哪 还有那十公斤的黄金在哪 赵友呢 就把民警啊 带到了卫河边上 说摩托车就是在这儿 好气的 经过打捞 摩托车也捞出来了 除此之外 作案用的撬杠啊 断线钱呢 都捞出来了 是 这个作案工具是找着了 可那脏物呢 那十公斤的黄金呢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赵友啊 始终不交代 通过赵友 在各个火车站的 录像判断 他并没有随身携带黄金 那么这就说明 黄金并没有出陕西 这个赵友啊 极其的不好对付 因为呢 他已经是三进攻了 他对于审讯这一套 太熟悉了 就是不交代 民警开始从法律 从人情上 给他做思想工作 民警跟他说 你想要黄金干什么呀 赵友说了 我想回去 在我们家 开个我们那儿最大的养鸡厂 哦 你知不知道 你如果不交代的话 你是最佳一等 并且 还是在疫情期间 这种特殊时期啊 啊 后来赵友啊 经过两天的思想斗争 终于还是交代了地点 原来这黄金呢 埋到了西安市东郊的一个高压电线塔 下边 警方就去 找到了全部的黄金 一共是1312件黄金饰品 重量是10.88公斤 价值370多万元 此时啊 距离案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金店经理知道之后 都流了眼泪了 他说了 我这终于是泄了一口气了 案发之后 第一个我是没法和老板交代 第二个 咱这也算是玩忽值守啊 你把人那么多金子给弄丢了 我这一个月就受了20多斤 金子也找着了 这案子呢 也算是破获了 可是民警啊 始终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赵友会选择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星平作案呢 原来啊 赵友出狱之后是贼心不死 想发笔横财 很早就确定好目标了 就找金店 他呢 平时喜欢骑行 骑自行车啊 骑摩托车啊 都喜欢 再加上之前 总听说西安多好多好 多漂亮多漂亮 就决定去西安 一路上啊 游游玩玩 一路上呢 在寻找目标 到了西安之后 发现东郊有一个烂尾楼 也没人住 也没人看着 决定把这个烂尾楼就当自己的住处 咸阳离西安很近 哎 两个大城市 那他就把西安跟咸阳啊 都广遍了 把这两个城市的金店都观察了 发现呢 这些金店呢 防范都太严密 这个监控设施啊 也都很齐备 包括这个安保措施啊 也都非常的到位 没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他就晃晃悠悠的 到了兴平 兴平呢 是县级市 离西安六十多公里 离咸阳呢 二十多公里 他在兴平 踩点了这么几天 发现在兴平市中心商业街上 哎 这家老凤祥金店 安全上有漏洞 首先 每天晚上 黄金饰品并没有按规定 放进保险柜里边 直接红布一盖 赵友其实还挺聪明的 他就到这金店外边一看 哟 这柜台都扇上红布了 代表什么呢 这就说明这些手势 肯定是让红布罩住了 并没有放进保险柜 要放进保险柜之后 看到的应该是空空如也的柜台呀 哎 这也是第一个漏洞 还有一个漏洞是什么呢 安保措施 金店是每天晚上八点半到九点之间会关门 而在赵友踩点的这几天呢 发现保安最早一次是晚上十点三十五分去的金店 这中间就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 这一个多小时就能够方便自己作案呢 这赵友啊 还真能熬着 一宿不睡觉啊 在那盯着 发现早晨六点的时候 一般保安的就下班了 而九点钟 金店的服务员呢 才去上班 这中间又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差 于是 赵友就选择了 在大年三十晚上 这么一个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来迅速的作案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了 谁也不愿意出来呀 作案之后呢 就迅速处理了作案工具 除此之外 还把当时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都烧毁了 我让你们找都没地儿找去 这些都做完以后呢 步行走到了公交站 坐公交车 到了西安火车站 在西安火车站 打了一辆出租车 到了他住的那个烂尾楼 把首饰呢 就放到附近的一个高压电线塔下边 他也着急 弄这么二十多斤黄金 想赶紧卖了 可他也没想到 新冠疫情突然爆发 受到疫情的影响 典当行也不开门了 金店也不开门了 他卖不出去呀 我老在这儿待着也不行啊 他就决定 钱回老家 咱们大伙都知道 今年从大年初一开始啊 整个疫情就进入到一个异常严峻的时期 各个地方都加强了检查 他呢 也不敢坐火车了 就偷来一辆自行车 自己啊 骑了二百多公里啊 才到了陵宝 登自行车啊 不是骑电瓶车 不是骑摩托车呀 多累都行啊 不管了 就骑到了陵宝 到陵宝之后 买了火车票 再骑着自行车 骑到三门侠 三门侠上了车 到复阳下车 下车以后 又偷了一辆自行车 自己靠俩腿呀 啊 纯属这是 人力提供动力来源呢 又骑了四百多公里 回到了老家 他琢磨着 我这一点线索没留下 肯定是把警察给甩掉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 民警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目前呢 赵友已经被星平警方逮捕 黄金呢 也还给了金店 金店呢 也开除了 玩忽职守的保安 并且警方呢 还给金店 做了相应的安全提醒 再来说说赵友 之前已经三度入狱了 这属于累犯呢 并且这一次 是在疫情期间作案 性质更加的恶劣 四进攻 是肯定跑不了了 其实听完这个案子之后 我们发现 赵友这个人呢 心思很缜密 脑筋很活络 并且呢 还能够吃苦 别的不说 就骑自行车 骑六七百公里 这份苦就不是 一般人能吃得了的 想想 脑子又不笨 又有吃苦 又有膀子力气 干点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非要犯罪呢 这正应了那句话呀 莫伸手伸手 必被捉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初bly 戏 有一 牧 蛮